让大家开心一下 有一个聪明人 很聪明的人 在乡下散步 他看到魔房里 一头毛驴正在拉磨 脖子上挂了一串铃铛 于是呢 他就问 魔房的主人说 你为何要在毛驴的脖子上 挂个铃铛啊 叮叮当当的 那个魔房主人就说 哎 你不懂啊 我打瞌睡的时候啊 毛驴啊 经常会偷懒 我给它挂上铃铛之后啊 如果铃铛不响了 我就知道 这个畜生又在偷懒了 聪明人想了一下 又问这个魔房主人说 哎 如果这个毛驴 停在原地不动 只是摇头 又能听到铃声 它又没有干活 那怎么办呢 那个魔房主人认了一下说 先生啊 我哪能买到 像您这么聪明的毛驴啊 我们在人间 很多简单的事情 都被我们人为的复杂化了 所以弄得大家都很累 想了太多 思维太乱 所以我们要轻轻松松 对有些简单的事情 不要太过于深究 佛法界讲 简单的事情 认真的去做 复杂的事情 简单的去做 这就叫随缘啊 这就叫随缘啊